各式各樣的這個你要的結果 所以打開這個所謂的ADO範例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一些範例 簡單再跟各位做一個快速的複習 這邊的話按右鍵 比如說我們ADO來轉寫這個資料表 這邊把它指定 按一個編輯就可以 這樣會比較快找到我們的聚集 我們的這個副程式所在的位置 那這邊的話呢 我上次上課呢 有利用這個範例跟大家做解說 那其實一般的那個資料庫相關的書籍 反正最主要的就是要完成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就是要連結資料庫 也就是我要把資料庫連到之後的話 才能夠去在裡面找出它裡面哪些資料表 資料表或者是裡面有什麼查詢 那我把資料最簡單最基本的 就是把它怎麼樣的查出來 並且放在我要放的位置上面 那如果是Windows版的話 它可能是一個可能是一個Windows一個視窗 那如果是Web版的話 它可能是一個網頁 如果是VBA版的話 那它是在什麼在Sale裡面 所以只是說輸出端不一樣而已 但是程式基本上都一樣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把這些程式改寫的話 無論你用VBA放在VBA裡面寫也是OK 或者是什麼網頁版的話是ASP或ASP單內的 它們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甚至是無論是其他語言反正都是一樣的 你要如何第一步如何連結資料庫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用ADO的話 因為ADO本身有提供一個這個原件 這個原件呢就是一個Connection 那Connection呢我們要使用它的話 就必須要宣告 宣告它之後才能用 但是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前一陣子上有講到就是要引用它啦 如果你沒有引用它的話 別的地方因為這個範例已經引用進來了 所以以後將來呢 你如果說自己要重新再做一個 做一個新的VBA的專案的話 那你必須要先引用 才能夠使用這個ADO的這個 ADO的這個原件 那首先的話要怎麼樣連結 透過ADO幫我們連資料庫呢 其實就是透過那個叫做Connection Connection的這個 應該算是指圓 叫做指圓件 因為ADO底下會有很多的指圓件 那其中有一個連結資料庫的話呢 就叫做Connection 它其實很好記嘛 它其實就是一個連接器 這個連接器就怎麼樣呢 有點像一般比喻的話 就是跟自愛主公司 你要接水一樣嘛 你比如說要接水管 把資料想像成水一樣 你要接水管 那那個最外面連接到你家裡的 最外面那個管線 就是一個Connection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底下還需要 第二個指 植物件就叫RecordSet 這個RecordSet 如果比喻的話 有點像你家的水塔一樣 它可以暫時 把一些 比如說一些資料呢 存放在RecordSet裡面 那RecordSet對應到的實際上 就是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因為我們連接到資料庫之後呢 只是連接到這個資料庫本身而已 那裡面還有很多的資料表 你要把它抓出來的話呢 還必須利用所謂的RecordSet